现在的年轻人呢 想选择一辆便宜时尚的精致小车代步 还真是不容易 7-9万级别的车型呢 往往是价格便宜了 但是空间却小了 空间大了的话呢 配置又不能打了 配置上去了的话 价格也就高了 价格便宜了呢 这个颜值呀就不够时尚了 哎 周而复时的 你有没有被这样的死循环所困扰呢 难道就没有一辆适合年轻人的 精致时尚主流代步车 比亚迪海鸥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空口无凭海鸥呢 凭实力说话 单单7月份一个月就卖出了 2.8万辆的这个销量 年轻人对他的喜爱程度呢 可见之高 他可是7-9万纯电市场的价值新标杆 千万呢可别小瞧他 海鸥可是基于一平台3.0打造而来的新车 这个平台呢 可是跟20万级的比亚迪海报属于同一平台 可别看他小 但是他车内的乘坐空间可以说是媲美A级车了 当然千万别以为海鸥只是一款入门级车型 一平台3.0的车型可少不了刀片电池 除了全系标配的四气囊之外呢 整车的高强度刚占比也是达到了惊人的61% 那除了这些丰富的配置之外 我相信高颜值也是年轻人选择他的必要因素之一 海鸥是基于海洋美学设计理念打造的 整车的俯冲姿态呢都非常的战斗 而且很运动 哦对再看那个车头 大家把小Vors的弹幕打在屏幕上 打开车门我们可以看到 海鸥的内饰是延续了海洋美学的设计理念和风格的 整个内饰的细节都满满的 海鸥之翼仪表台 略峰之翼内门版 还有赛博朋克风格的空调出风口 冰晶凝霜元素细节 形成了内外统一和谐的整体风格 延续了好玩有趣又个性的设计 10.1英寸的自适应旋转旋幅派的 同样搭载了D-Link智能网联系统 海鸥的车内空间呢也不小 足以媲美A级车的车内空间水平了 尤其是设计师非常巧妙的利用 海鸥的车内高度空间大的优势 来弥补它纵向空间 而且令我比较意外的是 由于它车内座椅的高度比较高 所以这一台海鸥也是在 为数不多的新能源车型里 让我觉得坐姿比较舒服的车型之一了 还有就是像我这种护飘啊 搬家呢也是经常有的事 那这个时候呀 后备箱的作用就非常的大了 海鸥它的后备箱空间呢也不小 尤其是在你搬家的时候呢 是可以把它的第二排给放倒的 放倒之后 它这个后备箱的容积啊 就有930升了 完全可以搬走我所有的家当啦 千万别以为海鸥只有7.38万元的起售价 就觉得海鸥它的底盘调教很一般 反倒是海鸥的底盘扎实的令我很意外 很惊讶 尤其是在过这一些减速带的时候呢 它的处理都是非常的干脆利索的 不愧是比亚迪首席底盘调教专家汉斯克克带领专业团队精心调教的 那再说说动力 海鸥的这台55千瓦交流泳磁同步电机 它在0到80公里的加速能力也是非常不错的 不仅仅是市区带步动力充沛 哪怕是在高速路段上的超车问题也不大 因为海鸥它的急速是达到了每小时130公里 10万元以下的电动车普遍都是在100公里左右 再加上安全性差是根本不敢上高速的 所以这个海鸥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那我们再聊一聊海鸥它的操控性 开着它在急速过弯的时候呢 它的车身的跟随性和整体的稳定性都是非常不错的 同时呢令我非常惊喜的是 七八万的车能调成这样 已经超出了它日常城市代步用车的范畴了 最后一点呢就是海鸥的NAH水平了 车内的静谧性和它的空间表现一样 都是可以媲美A级车的水平了 或许这就是海鸥精致感很高的原因之一吧 续航方面呢在CLTC的工况下 海鸥的续航里程是有305公里和405公里两种版本的 那我觉得无论你选择哪一种它都能满足 大多数人一周五天上下班的这个代步是完全足够的了 其实汽车呀不仅仅是一个代步工具 它更像是一个人的名片 对于刚刚不如社会的年轻人来说呢也确实需要在有限的预算里 需要一辆精致小车用来代步傍身 而且这款车型呢是各项功能面面俱到 或许比亚迪海鸥可以说是一个年轻人的不二选择 显然比亚迪海鸥已经是市场的标杆车型了 拥有着不俗的实力和市场表现 这干嘛的 我头上那边 那边我也走到 哥哥哥你车没锁我好心帮你看车呢 你给我留个电话呗 我想借你的车看 哎哥 喂李经理啊 我的海鸥到了没啊 我不管了 我明天就要提车 你帮我插的对呗